我们十年半时间也到了 所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 我们全教组来推动劳动教育的记者会 我想其实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天 虽然我们在9月28号刚庆祝晚教师节 但今天10月5号是世界教师节 这个节日是由国际劳工组织跟联合国共同所设立的 也就是把10月5号定为世界教师日 那么在这一天 大概有100个左右的国家会庆祝教师会庆祝教师节 那么今年的教师节是有设定 今年的世界教师节 它其实有设定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在2030年的时候 能够世界达到一个包容 然后公平优质的教育 并提升终身学习的机会 那么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 当然是希望能够提升教师的素质 包括提升教师的工作条件和待遇等等的 我想我们今天是很难得有邀请的 我们现实劳工局处 我们现实劳工局处 来跟我们一起努力推动劳动教育 因为不管是从过去也好 或者一直到最近包括 宜蘭县团体协认的一个争议事件 那我们觉得会比较感到担忧的部分 是感觉到我们国内对于劳动权的意识 对于劳动权的尊重 能然不够的一个深化 我记得有一个前劳动部长跟我们说过 他认为现在国内之所以一般劳工会低薪 长工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欠缺劳动权的概念 特别是在集体劳动权这一部分 所以相较于国外工会强大 能为受雇者争取提高薪资和工作条件 我国的劳动界就是因为欠缺集体劳动概念 导致劳工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 往往是不知的 就算是知道了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求助 那么就算是知道了求助的管道 例如劳资争议的调解 或者是劳资争议的一个仲裁 往往都是以权益四项居多 去调解的时候明明法律规定 就是应该给他10万20万的 可是到了调解委员会 雇主只丢出了一句 3万5万要不要 要就拿去 不然的话你就慢慢去打官司 我想不管是受雇者也好 雇主也好欠缺劳动观念 对于劳动权不够尊重 这是我国受雇者的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因此在今天的世界教师日 我想我们全教主 我们老师 应该来推动劳动教育 提升我国所有受雇者的一个劳动条件 作为我们庆祝世界教师日的一个最主要活动 接下来我就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就从 就从我的右手边 最右手边开始 那么第一位是我们桃园县劳工局 劳动条件科的张哲航张科长 再来是我们高雄市教师节目会 陈建志副理事长 再来是我们台北市敦化国小 柯文贤柯校长 我们国立台南一中张天堂张校长 那我左手边第一位是 我们新北市劳工局 夏乐祥夏专员 再来是我们高雄市劳工局代表 林志成 林鼓掌 再来是我们台北市劳工局 常建国 常主命 再来是我们基隆市社会处劳工行政科 蔡春堂 蔡科长 另外是我们台北市教师节目会 徐欣宜徐理事长 我想接下来的时间 就给我们学校的校长们 来谈谈他们认为 在他们的对于劳动教育的看法 以及可能的推动方式 就请我们张天堂招校长 好来 谢谢 谢谢理事长 各位嘉宾 我先从我初生的台南乡下讲起 我是在台南乡下 全村只有五十九户的村庄 村庄在大 其实我们村庄是非常重视教育的 尤其对教师更是非常的尊师重道 所以村庄的人对老师都非常的尊敬 在整个村庄中五十九户 也不是只有一种行业 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但是都在我们那个农村里头 所以我从小我就觉得 无论在这个村庄里面呢 哪一个人是做什么样的工作的 他基本上都是一个劳动者 这是从我的村庄派出来说的 我们都需要辛勤的工作 都需要去努力的劳动 我们才能够有所得 这是在我们的一个成长的历程当中需要讲起 总是我到台北市 其实我在台北市住了二十七年 我在台北市服务的二十七年 我才回到我的故乡去 不管是我台南的乡村 或者是高楼大厦的台北市这里头 不管是住在乡村里头的人 或者是住在高楼大厦里头的工作的人 我都知道工作 这是我基本上的一个观念 那第二个 我说我们任何事工都需要 去一个辛勤努力做事的 所以各行各业 基本上我们都认为是一个劳工 那尽心尽力在我们的本分上来劳动 那这就是我们要去追求的 那我们都需要检视自己 我们也经常是不是不劳而获 我们经常有时候会想 哎呀可不可以 我们有一点点的成就 但是却是没有 不需要去付出太多的劳动 这是人性 这是人性 但是我们要拉回来 我们是不是因为这样的 而经常是不劳而兼其功 你不劳 但是确实自己夸耀了自己的功能 好 我想这就是我们要检讨的 那站在学校教育工作里头 学校教育工作者 我觉得不论是教师教学 或者一个行政服务的领导 我们都需要辛勤努力的去劳动 所以学校教育工作者更需要去体现 劳动的可贵 这是我先做这样的一个报告 谢谢 请指教 谢谢 好 谢谢张校长 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台北市多化国小的 柯文贤 柯校长 好 谢谢理事长 那程如刚才我们张校长所说的 其实这个劳动教育在校园的现场 确实是非常的被冷漠 甚至被污名化 我们知道教育基本法第二条规定 他说教育的目的在促进 人民对基本人权的尊重 那劳动人权就是一个基本人权 我们也知道 其实我们所教出来的孩子 现在我们面对的小朋友 面对的不管是哪一个阶层的学生 我们大概有加拿大学毕业 完成一定学业能力的时候 到社会上去 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人 都是从事劳动者 都是劳动者 但是我们学校在这一块 却没有很深的琢磨 我们也看到像这边在场 有很多我们各县市的劳工局的一个代表 我们县市的劳工局的一些会台 一些接受申诉 这些投诉的地方 也是非常经常人满为患 我们孩子的父母亲 他们可能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劳动者 一个上班族 但是他们每天 有很多事情发在他们身上 比如说他们是不是毕业 他们是不是连自己的薪水 领多少都不知道 是每天加班 该领多少加班会也不清楚 一年有几天的休假 搞不好也不清楚 那这些种种的 像这么枝节末尾的细节的问题 我建议我们应该从教育来着手 从校就应该扎根 因为你唯有从小就让我们的学生 有这样的一个劳动意识的了解 或是劳动能源应该怎么样 将来我们也不会让人家认为说 我们教出来的孩子是什么 为自己的权益 为什么而争 其实那种本来是要自己的 就像我们市场讲的说 本来应该给十几万 结果几千万就打发掉了 那到底我们应该给我们的 劳动者不是我们给我们的 我们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学生 应该有什么样的意识 其实我们应该来深思 所以我是蛮积极的主张说 我们应该让这样的一个劳动教育 能够往下砸跟 尤其在学校现场都能够让他落实 好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 已经有自编了两本教材的 新北市劳工局 好 请 下代表 来 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带了两本 我们劳工局编列的 编例的教材 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是这个 第一版是这个 两堂劳动法课程 这已经说明了我们的 一个企图跟做法 那第二版比较Q版 就是由东海高中的学生 来做设计 那他们也上我们的峰堤 他们也能够有这样的参与过程 他们也觉得非常高兴 那基本上我们这个里面 大概就是 延续刚刚理事长有提到的 从基底劳动 个别劳动 还有一些职业安全的这个部分 我们请抽组了一个编辑委员会 这个编辑委员会 里面有律师 有学者 有NGO团体 有工会 还有老师 甚至还有教师会的一些成员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 用一个学生 能够接受 能够理解的方式 甚至用比较 他们比较熟悉的一些 插画的模式 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那我们三年下来 已经在新北市的六十所 所有的高中职 高中职的学生 都有了两堂的课程 这两堂的课程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不去搞大班职 不是说在礼堂集会 或者怎么样去做一些宣导而已 我们希望老师进班 所以我们还做了 中职教师的培训 那现在还做教师回流的一个教育 那第三版正在编 因为有很多法的一些修正 包括全面实施 周休二日 还有基本工资 还有职安法的一些 这些新的一些规定 我们都会把它放进去 那我们期待 就是说透过这样的过程 让学生们他们能够理解 在离开学校之前 基本上要对自己的劳动权益 会有一些清楚 而且也可能在打工 我们要尽量避免有所谓的求职方骗 等等的一些情形 谢谢 谢谢 又请高雄市劳工局代表林志成 林副长来跟我们说 高雄市 理事长各位闺民大家好 就劳工教育向下扎根的部分 高雄市政府可以说是办理的全国最早 我们在90年的时候 就算全国之前提出 劳工教育向下扎根 从学校做起这个政策 并辩赚我们这个 目前的劳动权益 就业的重塑 提供给我们高雄市高中子学校 去办理劳动教育 融入课程 或是开设课程的使用 那我们陆续也一直在推动 我们的一个劳动法制教育 下回巡演讲 还有师资培训 还有劳动教育 那个融入 寒暑假作业 还有大专青年劳动实力研锡 还有我们今年全国所创的一个 就业安全议题教案竞赛 我们这些等等这些措施 那我们高雄市这边非常乐意 跟各县市还有老师们来分享 那希望说大家共同来努力 在校园中为这个劳动教育 尽力一个完善幼稚的一个教学环境 非常谢谢 好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台北市 劳工局常建国常主任 请 劳动教育进到校园 这个是我们在校园局长 参选的政策也是一样 那三月份也跟这个市长包吻 也获得市长的支持 那当然严格讲 台北市在劳动教育进校园的市长 其实是跟随着我们高雄市 新北市的角度 那但是大概我们以前正在 这个筹办一个教案 那像新宜理事长也是我们的 这个编程的原因 那我觉得可能我们可以面对有问题 就是说 劳动法律那么多 样态那么多 那但是这个 学校能够给的时数越来越少 那特别像台北市更明显的一个现象是 学生大概他主观上 他大概都还用了他的意思 所以我们也在努力 把这个各种工会干部找来一些讨论 我们希望可以找出一个方式 比较能够变得是一个劳动意识教育 不单只是一个法规权益教育 尤其在座多专家 劳动法的特殊性 因为它是跟着社会店 所以今天的法规过了五年十年 大概不一样 但劳动意识当然是很重要的 像刚刚理事长提到 这次伊兰这个团协的事件 这个叫劳动意识 我就发现这件恐怕 你们觉得很重要 还是怎么样透过老师传达 比方说这次我没有碰到团案问题 这个某大学副校长 这个就说 他提的蛮好的问题 因为现在大学自主 所以连警察进校园 都要先经过校长同意 这是基本人权 但他就说 那既然大学自主 警察进我校园 都要经过我的同意 那为什么让这种检察院进校园 不用经过我的同意 我觉得蛮有趣的问题 当我们面对它这个意识教育的时候 其实就会碰到这种 这个权益跟权益的概念上 发生这个冲突摩擦静体的时候怎么办 或者像 这个最近也有一个 某大银行学的 像什么这个 他劳工下班 不下班 他打卡很晚 那是因为他在做私人的事情 我们 我们 劳工学生当中当然觉得很好笑 但反过来讲 他讲的有没有可能是事实 有可能做不安 对不对 但如果 只要能够从劳动意识来辨证这件事情 就会想到说 奇怪 那我早上上班 打卡差三分钟 我可能就要被扣全新 我如果 一个月 如果这个被 遲到几次 我可能就被扣新 那为什么早上我打卡这件事情 这个雇主管得这么紧 下班有没有打卡 下班是做这个事 还是做公家设计 他却不安 这我其实想来是不太理智 我觉得我们是努力 希望能够再透过对话 想让他找到一个 劳动意识该具备的观点 我就 但这个事情 他在你中 特别是将来更希望透过 这个跟老师的对话 种子教设的培训 这事情我想才能够 有一个种子放在他的心里 他将来在职场上 碰到各种问题 他只知道说 我应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那我当然更希望说 就像 今天听到一个老师 就跟我开玩笑说 以前不会 现在一会开始 也教了两性诠学教育 所以老师上完两性诠学教育 学生肯定会问他说 老师你支付支持多元生涯 我会希望有一天 这个学校老师在上完 那时候 我跟学生讲课的时候 然后学生就会 站起来问他说 老师你能够加入工会 你是不是工会会员 你为什么要加入工会 我觉得那时候就是 我们的老师教育 真的炸给下去的时候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请 基隆社会处 劳工行政科科长 来跟我们说一说 他的想法 谢谢 今天我们主席 当理事长 还有我们一位的 可谓劳工学的先进 我们媒体辛苦的伙伴们 今天带到基隆市 来参加这个会议 可能感到非常荣幸 因为基隆市 在这种劳动教育 劳生跟学校部分是比较慢一点 但是我相信未来一定会追上 任何劳动政策成功 必须跨网路的合作 劳动教育也是如此 在职场部分 职场训练 我们基隆市社会部 已经有跟各工会都密集的在配合合作 办理劳动教育这个区块 但是未来我希望能够在这次会议后 我们演进三方的模式 纳入教育系统 来演出到校园 让我们所有的学生理解 我们未来资产公民的全力移入 我相信未来我们 这是努力推动的方向 也是另外有点先进 这次我来 我想就是说有点先进 如果有劳动教材和师资 可以借我们来分享 我们会马上请各位提供 以上报告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 就请我们 我们桃园市劳工局的 张哲昂 张科长 来跟我们说说他的看法 各位好 那就这个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向下扎根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如果以我个人而言 因为我是我们桃园市劳动 负责是劳动条件检查的业组 那以我们实际上执行业 我有常常发现 其实很多雇主 是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 劳工的权益 其实有很多是不清楚的地方 这样子 比如说他们常常会觉得说 我今天请了一个 我今天比如说我们常常 那个美容 美容业为例的话 常常我们去检查的时候 发现 户主常常会讲说 我今天这个美容的这些 这些员工啊 他现在没有立刻在帮这个员工 在洗头发啊 没有在帮这个 没有在帮顾客洗头发 或是剪头发 他就会觉得 这个时候他们其实没有在工作 其实不需要付薪水 给他们这样 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的这种 特别是我们台湾很多中小系列 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 这里就回到我们劳动教育 向下加工 除了刚刚各位先进提到的 这些 学生们以后很多人都会成为劳工 但是很多人以后也有可能是成为雇主 这样 那让他们有机会 就是说 接受到这个劳动权益的相关的教育的话 那其实对于他们以后真的在经营这个事业的时候 也会更尊重这个劳工的权益 那就具体的措施来讲的话 我们桃园市在推动这个劳动权益向下扎根的这一个部分 具体措施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办理这个 这个种子教师的研习 也就是说我们会把我们桃园市的33所的高中职的老 老老师 然后请他们我们会办一个研集会 然后跟他们宣导这个相关的这个劳动的法令 那他们知道这些相关法令以后 他们就可以回到学校里面 不管是在课堂上或是在集会的这个过程的时候 可以去做一些宣导这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有 也有参照这个其他县市 我们也有编定我们自己桃园市的这个 劳动权益的手册这样 那当然因为他现在还在编制的过程当中 大概十月底左右以后他就会完成这样 那我们也会把它用电子化的方式 直接放入到网路上 让有兴趣的同学或是老师 他直接可以在网路上就可以看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桃园市这边还会说 如果说各级的学校如果有兴趣 希望我们派人直接到学校去 对这些学生这个宣导之相关的这个 劳动权益的这些知识的话 那我们也会派人去这个学校去做宣导的工作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有配合劳动部 他也有做一些这个公读生权益宣导的工作这样 那未来我们桃园市劳工局也会定期的培训这个总指的师资 像我们这个教师的总指师 我们除了有基础班之外 其实我们还是有进阶班这样 那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劳动法律 他都不断随时在更新 我们也会定期更新我们的劳动权益的手册这样 那最后就是说未来我们可能会去演绎 就是办理这一个 这个校园的劳工权益的知识竞赛 就是让这些学生们可以透过竞赛的方式 更了解一些劳动权益的知识这样 以上是我们这个桃园市的这个具体的做法这样 谢谢 好谢谢 我武冲说明 其实我们今天邀的各个县市的劳工局长 处长他们都很愿意亲自来 但是因为刚好都有会议还有其他的公务 因此没有办法亲自过来就派了这几位代表 我们也非常感谢这几个县市 在劳动教育方面所做的一个努力 那么接下来请我们自己全教总系统的伙伴 高雄市教师职业工会陈建制副理市长来说一说 他们在高雄市以教师工会的立场也做的推动 谢谢建制 主持人还有各位先进还有媒体朋友大家早安 一开始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座的每一个人 请问在你当学生的时代 你有没有听过任何语堂跟劳动权益相关的课程 包括告诉你以后出来工作之后 你该有多少工作时数 你该有什么福利 你该有什么权益 请问在座的每一位朋友 你当学生的时代有没有过 但是我再反问各位另外一个问题 您知道德国他们的小学课本 在小学三年级就已经开始介绍工会 到了国中就已经很具体的介绍劳工 该有什么权益 该有什么福利 所以对照下来请各位看 我们德国有没有像我们台湾的大老板所讲的 因为工会太强经济就威蜜了 没有吧 因为学生从小学到相关劳动权益 所以知道要团结起来 所以知道要透过团结权 请老板改善工作的条件 所以他们把机器自动化 省下的时间是降低工时 各位不要忘记 有人做过调查 台湾真正的工时是53小时 可是德国的工时倒过来是35小时 现在瑞典已经在追求工时30小时 因为现在高度的科技自动化 我们应该是要让科技自动化回过来 降低工作时数 为什么 从德国的经验可以看到 从各个现金工艺国家可以看到 因为降低工时了 基层的民众才有时间去消费 各位说对不对 今天大家都忙着加班 请问你 又被压榨低高工时低工资 你有钱去卖场吗 你有钱去商场吗 你有钱去百货公司吗 各位经济就是要转 就是要不断的转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我们高工资教师职业工会 自从成立工会之后 我们就在省施 劳动教育就承入 刚刚的先进所讲的 要从小扎根 要让我们的小朋友 从小就知道 所以我们在三年前 就开始办 劳动相关的研习 那各位 我们办的研习的过程 重点是邀请高中主 当然我们未来也会 跟高工资劳工 比更密切的合作 我们不只是高中主老师 也进一步邀请 国中国小老师 我们希望老师在新闻世界 或者是各种 有机会的时候 透过班会 或各种课程 就顺便融入 告诉小朋友 你上班的时候 尤其你去公读的时候 老板有没有 帮你报道警报 然后你在试用期的时候 老板有没有 给你工资 其实这是我们最近 这几次研习的重点 那我们发现 老师在透过 班会课也好 各种机会 就这样潜移默化 告诉孩子 其实就是要让孩子知道 去争取权益 必不可耻 我觉得我们最可悲的是 台湾在士农工商 这种架构之下 是不是过度把劳工 从小就教育成 一个奴化的奴工 被欺负了 还不敢站出来 那其实这就是我们期盼 就像今天的主题 我们要深耕劳动教育 我们希望能够 从教育开始 我们就要像 欧美先进一样效法 从小就让小孩子知道 劳动权益 劳动权益是你该有的 而且我们更要大声的疾呼 劳动神圣 劳动万岁 每个人生而平等 你付出劳力 没有理由 让你付出的成果 通通都让老板独享 要让老板 跟基层的员工分享 靠的是什么 就是工会的力量 所以我想在这边也 也结成的 希望我们大家未来 一起合作 把这个劳动教育 一直往下扎根 就像我们也欢迎记者朋友们 你该有的权益 也该站出来 团结起来 不要把你们随传学到 让新闻就立刻吐出来 其实这个都是违反人性的 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们现场还有我们 台北市教师职业工会的 徐李市长 你可以说说 好 我的想法 请 各位先进 大家好 我想台北市教师职业工会 成立四年以来 我们一直都致力于 教师劳动议事的培养 那我们也很高兴说 今年我们的台北市的劳动局 也开始在编制 我们台北市的劳动教材 那我们台北市教师职业工会 也很高兴在这个部分 能够参与我们的专业意见 那我想台北市首善之躯 但是我们可以从最近很多的新闻事件了解到 其实台北市的劳工 并没有非常具备所谓的劳动意识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 透过我们的劳动教材 透过我们的宗旨教师的培训 让我们台北市的老师更有所谓的劳动意识 那再回去学校教授我们的孩子们 让他们让我们的学生 让我们的孩子 甚至我们的家长 我们的同事 大家都更有分对自己的劳动权益 有更深的认识 那在我们台北市的部分 我想劳动局在前进高校这个部分 已经在各个我们的高中时 有开始做一些劳动教育的部分 那今年我们是在开始编这个劳动教材 也希望说在我们高中时的课程里面 能够真正进入到课程里面 去给学生真正的劳动意识 那如刚刚几位先进所说的 我们其实也在我们会议里面 我们也希望说这是一个开始 那就如我们今天所说的 这个劳动教育的扎根 我们希望能够再继续 将来这个高中的部分进行之后 再进行到国中 国小的部分 那我想我们深耕劳动教育的部分 才能够达成 那我们也希望在我们台北市的部分 这个部分能够加快我们的脚步 做得更好 然后我们也希望带领台湾其他的县市 能够更积极的做这件事情 谢谢 好谢谢欣宜 我想我们老师在学校教书 从小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教导 一日之所需百公司违背 这个社会是需要各行各业 互助合作的 也将 好 谢谢